是的 这每一个你我都可能因为一个个闪亮的瞬间发出耀眼的光芒 照亮了一座城 也温暖了一群人 您看 前些天海口的两名公交司机 就用他们细心又善意的举动帮助了一位阿婆 也迎来了赞誉 这是上个月29号上午10点半 发生在一辆海口七路公交车上的一幕 当一位头发花白穿着黑色羽绒服外套 拎着黑色布道的阿婆在海口绿津花园公交车站上车 还说要去万宁时 公交司机吴顺就特别引起了注意 之后司机吴顺有意跟阿婆沟通 在这个过程中 他基本判定阿婆的行为有些异常 于是吴顺一直没有让阿婆下车 而是将他带回了公交调度室 想办法联系阿婆的家人 然而 在吴顺和县长汇报阿婆的情况后 吴顺却发现阿婆不见了 吴顺和县长赶紧在微信工作群里发布了关于留意这个阿婆的信息 而与此同时 在另一辆刚从调度室开出的七路公交车上 司机吕润龙已经注意到了车上一名老人的异常 司机吕润龙准备上报这位老人的情况 却发现这正是司机吴顺在微信群里提到的阿婆 此时车上还有其他乘客 综合考虑后 吕润龙将阿婆安排在距离自己最近的一个座位上 准备完成运营任务后 再将阿婆带回调度室 确认了阿婆一切安好后 大家又忙着寻找阿婆的家人 好在微信朋友圈里 很多人都在转发的一则寻人启示 原来阿婆今年82岁 万宁人患有阿尔斯海默症 当天上午 阿婆和外孙 谭先生在楼下散步 之后谭先生一个没注意 阿婆就独自走出了小区 发现老人不见后 亲戚朋友四处寻找 还在微信朋友圈发出寻人启示 而直到当天下午点多 先后接到了公交司机 吴顺和吕润龙的电话 才知道阿婆已经乘坐公交车去了离家那么远的地方 当即谭先生赶到7路公交车调度时 从吕润龙驾驶的公交车上借下拉破 当场他对司机吴顺和吕润龙一再感谢不已 我们会觉得能够安全地把老人送到亲人的手边 确实对我们的工作也是一种激励 直播海南记者报道 再次为两位公交师傅竖起大拇指 平凡善举带来的是最真诚的守护